马六甲慈祭大爱妈妈成长班结业 有16位妈妈穿上慈祭制服 发新立愿 在校园散播大爱精神 第一次穿上制服 正式成为慈祭大爱妈妈 这群妈妈们是既兴奋又期待 我觉得穿上回忆是一个很深深的 一个使命啊 希望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来 希望我可以过后就会一层一层上进入慈祭吧 我会选择穿上这回忆 就是说我要党志工 虽然我自己本身有工作再生 就是说有多余的时间 我都会为福田而付出 从别人的故事 回想自己来上课的初衷 2016年马六甲慈祭大爱妈妈心灵成长班 一年14堂课 课程简单却有意义 圆圆这一天 大家共同回顾一整年的成长 最主要的还是要让他们去晋思 这整年他上了这14堂课 他在心灵上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更富足 心灵上是真的是很富足 因为每一堂课都有不同 带出不同的那个效果 不管是在家庭方面 或者身心灵方面 OK到饮食方面 都给到我们很多的指导 解业礼是一个阶段的结束 也是妈妈们为人生 开启另一个新起点 戴爱新闻旅家家 邓凯生 马来西亚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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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